委员平常的问证压力大 怎么减压各自有妙招 民间党立委刘建国 他虽然算是立法院的新鲜人 可是他要强势的问证压力也很大 怎么减压呢 他的方式就是自己煮咖啡 还有配大蒜 喝咖啡配大蒜 他说这是他的减压配方 一谈起不均衡的农业政策 刘建国越说越不满 忍不住再咬一口蒜头 小小气减减压 你真的可以尝试看看 可以 抒压中还带一些小刺激 生吃蒜头确实是个抒压妙招 虽然身为立院新鲜人 但在国会殿堂表现不俗 刘建国为农民喉舌 自己当然也是农产品的爱用者 吃大蒜减压看来有点怪 但的确也有效果 的确是对于一些 血压比较高的人 他有相对来讲 有协助帮忙控制血压的作用 草根味十足 云林县立委补选 刘建国首次挑战就交出漂亮成绩单 不过却也因为如此来到国会身负重任 压力越来越大 除了啃蒜头 煮咖啡也成了减压的配方之一 透过煮咖啡来做一些沉思的这样的过程 我确实在处理相关的法案 还是在国动协调 还是遇到瓶颈的时候 会有一些帮助 让自己放空思考 刘建国在咖啡箱中 力出思绪减轻压力 这来自云林骨坑的咖啡 除了能够易解相思情 还能够让自己思路清晰 如果还不够 再配上一颗蒜头 雙管齐下 压力自然解除 平常为民喉舌 沉重的压力下 煮咖啡 吃蒜头 是刘建国在忙碌的国会生活中 独特的疏压秘迹 三立线文化真声 黄茗玉台北